今天要教大家做甜品 是非常之簡單 超級容易 而且就是大家在吃Keto Diet 生酮飲食的時候非常之適合 因為它是有一個很好的Source of Fat 而且裡面的材料亦對我們人體非常健康 又有抗氧化作用 首先講一下材料 它主要的成分是這個自然的Coconut Manna 其實Coconut Manna你可以當它是一種椰子醬 我們好像椰子油一樣 它其實是一種自然的超級食物 是有機超級食物 對我們的身體非常好的 之前我教大家做泰式青咖哩時也有用過它 另外一個主要的材料就是一些冰冷的Blu Berries 大家都知道Blu Berries是非常抗氧化的 所以我們也會用它 另外我就找了這個無糖超級低脂的 做法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整容Coconut Manna 因為Coconut Manna很容易會凝結 如果冷的時候其實也會凝結 我們可以把它坐在熱水裡 或者直接放入微波爐 整容它就可以了 整容之後我們預備 一個淺一點的氣命 將它平均鋪一層上去 然後我們將切碎的Frozen Blueberries 鋪在面上 再加一些朱古力碎粒上去 有時候我會加一些Low Carbs和無糖的Protein Bar 加上去的材料 你喜歡加什麼都可以 不過我們今天做這個主要是給生酮 所以我們就不要搞太多東西了 就只放一些我們Kido吃的 例如好像玻璃和無糖的Toco Chup 做好之後蓋蓋 然後放在冰箱大概冷藏一個小時 你冷藏一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拿出來 弄碎它就可以變成朱古力這樣吃 這個很好吃的Coconut Manna的White Chocolate 就這樣就完成了 這麼容易做?你們都做到了 大家都懂得做 看起來放在冰箱 我不是在冰箱 我們都做到一間的 做什麼的做什麼? 看起來放在冰箱 我會把冰箱裡 看起來很重 它們的面子 就這樣看起來 非常好 如果你煎到冰箱 我會把冰箱 我會把冰箱